既然是他留给你的,必定永远都会留着,别急,你该休息了。 君北约淡淡说道,子晴原本紧绷的身子这才放松,他仿才血争,婉儿一笑,知道自己如果不缓一缓,再怎么谈也谈不出来的。 见子晴没有强求,众人虽然也心急,却都松了一口气。 这时候,外头的敲门声又传来了,咚咚咚,咚咚咚。 王爷,王妃娘娘,顾晰回来了,王妃娘娘,顾晰回来了。 红衣都快叫破嗓子了,而身旁的顾晰却不声不响,不拦也不跟着敲。 在外多年的历练,如今的顾晰已经不再是之前那稚嫩青涩的小男孩了。 他一袭蓝衣尽装,墨发高竖,双手交叉负于身后,双脚铜肩宽,笔直地站着,如同紧松。 他目光沉溢,沉着冷静。 与其说,此时的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有担当的少年,还不如说他已经成为真正的雇佣兵。 顾晰回来了。 子晴这才听清楚红衣的叫喊,顿时大喜。 顾晰当年主动请鹰去摇顺岛。 他以一人之力,不仅仅成功登岛,而且还混入岛上教派中,送出不少消息。 摇顺岛的任务完成后,子晴问过他要不要回来。 顾晰说,想在在外头磨练几年。 子晴以为他会因为食粮而不回来了,却没想到,他还是回来了。 这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啊。 子晴看了一眼血争,虽然他很想马上就知道阿黎留下了怎样的幻象,但是他还是忍了。 父亲,尤其是像那样的魔音幻象之躯,不仅仅需要状态,还需要心力。 诚如北月所说,阿黎留给他的,必定永远都会在。 过几天在谈吧,子晴心中说着,亲自去迎接古西。 白黎尾声这才靠近,轻轻抚过血争,喃喃自语。 小莉莉,我终究救不了你,不过,你拖的两件事,小生我可是都办到了,咱们两不相欠了吧。 说着,手指正要弹奏,却被君北月及时拦住了。 小心,血骨虽破,但这琴只任子晴一个。 白黎尾声不信,避开君北月的手轻轻一勾血争,谁知,手指竟还真的流血了。 吓得他连忙收回去。 怪怪,还真是。 绝老,你替他把把脉,看看是否全恢复了。 君北月淡淡地道。 不必不必,我好着呢,不就是失忆吗? 白黎尾声连忙推辞。 你确定你完全恢复了? 君北月挑眉问道。 白黎尾声正要回答,却突然顿了,促眉想了一下,很快面露难色。 那个,从玉琼山到昨天这段时间,我,我,我干嘛去了呀? 白黎尾声琢磨很久,却怎么也想不起来,从玉琼山到昨天这段时间,他干什么去了? 他努力地回忆,想得起来昨天在狱中发生的一切,也想得起来在玉琼山山洞里和轩原黎尾格·孟德尔共同对付孟婉约的时,却偏偏想不起来这中间发生了什么。 这段记忆似乎空白了。 如果不是君北月问,白黎尾声还没有注意到呢? 他狐疑地抬头,朝君北月和熊小宝看去,嘴角有些抽搐。 叔叔叔叔,你不会…… 熊小宝也是一脸狐疑。 学老,替他瞧瞧吧。 君北月淡淡道。 绝明寺把了几次卖,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 卖想很平稳,没有什么异常。 记忆这种事难说了。 白黎尾声坐了下来,念着眉头,逆了熊小宝一眼。 小子,这段时间我没有干出什么丢脸的翅膀。 熊小宝立马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一一告诉白黎尾声。 白黎尾声这才放心,一脸无所谓。 没干什么掉价的事就成,一辈子谁没忘点事呢。 只是,他转念一想,拍了下大腿又道。 可惜了,你们真可难找厮杀呀。 哎呀,真是可惜了,居然忘记。 横叔这家伙是把过往都忘了,只要记住自己是谁,谁都出不了什么大事。 见白黎尾声没事了,君北月和绝明子便去找子晴。 留熊小宝一人陪着。 门一关上,熊小宝便冲白黎尾声黑黑笑了。 白黎尾声也回忆笑容。 书生书说,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 熊小宝表示怀疑。 什么意思啊? 白黎尾声挑眉反问,翘着二郎腿,嘴里叼着茶杯,叼耳郎当的样子。 熊小宝上下打量了他一眼。 你真不记得,某个月黑杀人夜,风高放火天的日子,你……。 熊小宝故意吊着胃口,不说下去。 当然,白黎尾声是老江湖了,任由他吊胃口,挑眉看着他,皮笑肉不笑地想着,扯吧,你小子继续扯吧。 见状,熊小宝也不着急,喝了口茶,一本正经地说。 你跟我说了一个秘密。 白黎尾声挪了挪嘴,示意他继续。 熊小宝话到这里,一声长叹。 你说你喜欢? 哎,可惜了,你喜欢的人,不喜欢你啊。 这话一出,白黎尾声嘴角居然僵了,不自觉地直起身子,坐得端端正正。 他失忆的时候,对这小子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吗? 还是,被这个小子套出了什么不该说的话? 他不会真跟这小子说,他喜欢…… 记忆中,似乎隐隐于有那么一点点印象。 他似乎问过什么人,关于喜欢谁这件事。 四季此,白黎尾声立马一巴掌往四季脑门上拍下。 而女情长什么的,他最讨厌了。 不就是十个亿吗? 哪招来这么多麻烦? 见白黎尾声的反应,熊小宝乐了。 反倒学着白黎尾声刚刚的模样,挑着二郎腿半椅子踏上,闲适的瞎了几口茶。 白黎尾声没有说话,双眸眯成一条直线,缓缓逼近。 眼看白黎尾声快要贴过来了,熊小宝立马坐起来,一本正经道。 你让我一定跟你保密,反正你现在也不记得这件事了,我呢,就当什么也没有听过,放心吧,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 不管谁来贿赂我,我都不会说出去。 这话,白黎尾声可算听明白了。 他退了回来,冷笑道。 小子,书生我好不容易才恢复记忆,你这就敲诈我,不摸摸良心是不是? 熊小宝微微笑着。 书生书书,我哪里敢敲诈你啊,我这是诚实,跟你掏心掏肺呢。 虽然你不记得你告诉过我什么了,但是我一定替你好好记着,你喜欢的那个女人。 白黎尾声冷笑起来。 你就不怕我杀人灭口吗? 熊小宝立马把脖子伸长。 对,随便宰。 白黎尾声一把揪住他的衣领,将他提了起来,却又放了回去,一脸的不可思议。 不是吧,书生书书,你失忆了都记得自己喜欢谁,恢复记忆了,怎么就不知道自己喜欢谁了? 难不成你喜欢的女人有很多个,所以你不知道自己跟我说的是哪一个? 白黎尾声果断被熊小宝绕晕了,一把揪住熊小宝的衣领,冷声道。 臭小子,你再跟我兜圈子,信不信我现在告诉你爹? 我白黎尾声保证辅佐他儿子成为龙渊大陆上最小的皇帝。 熊小宝这么兜圈子,还不是为了让白黎尾声履行他当初的承诺,帮他拒绝皇位。 我说,我马上说。 熊小宝真的吓到了。 白黎尾声挑眉等着,这小羊敢跟他玩阴的。 可谁知,熊小宝却怯怯地说道, 书生书书,我是骗你的,你什么都没跟我说。 这话一出,白黎尾声大手一软,放开了熊小宝。 熊小宝怯怯怯地又问。 书生书说,你不会是真喜欢上什么难以启齿的人了吧,所以这么心虚? 白黎尾声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,只是很快便回过神来,狠狠敲了敲熊小宝的脑袋。 什么叫做难以启齿的人? 不是,你,你真的喜欢谁了? 熊小宝认真起来,白黎尾声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。 目光有些闪躲,分明底气不足。 喜欢个屁,全世界的女人老子都看不上,小孩子家家懂什么呀? 他大大咧咧地嚷嚷着,便要离开。 可都到门口了,却又折了回来。 喂,那个,孟朵还好吧? 熊小宝看着他,没有回答。 怎么了? 白黎尾声狐疑着。 你说你连失忆了都不喜欢人家,人家能好吗? 熊小宝反问道。 我,我怎么人家了? 白黎尾声问。 人家想留下,你没有留,反倒把人送走了。 熊小宝如实回答。 孟朵儿喜欢书生,那已经是个人人都喜欢的事情了。 听了这话,白黎尾声轻笑了笑。 还有一多大事,没事,以后估计也见不着,不用管他。 熊小宝也这么想,他真觉得,孟朵儿降服不了书生叔叔,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 书生叔叔,等我娘的事情处理好了,我们就去南兆吧。 那丫头在等着你呢,我也想见识见识独哭。 熊小宝很认真,这才是他关心的事。 白黎小生啊。 白黎尾声问道。 嗯。 熊小宝很认真点点头。 哼,臭丫头就敢威胁我,让他等着吧。 搞定了熊小宝,白黎尾声心情不错,哼着小曲儿出门了。 熊小宝一脸不悦。 有你这么当师父的吗? 子晴将琴谱和血征交给君北月保管,放空脑袋休息了几日。 身体和状态都恢复得不错。 和顾熙许久未见。 如今见顾熙长这么大了,沉稳董事,心下安慰极了。 虽然顾熙没有提,但是他还是想起了曾经非常信任的另外一个孩子,石良。 当初在南兆王都,石良的阴谋被揭穿后被逐出门,从此就再也没有消息。 子晴当然不会找,对于背叛之人,他从来不会给机会。 主仆两人正说话着,熊小宝兴冲冲地从外头跑进来,手里拿着一封刚刚写好的信函。 一见顾熙,熊小宝便停下来挑眉打量了几眼。 且不说熊小宝那一身和君北月十分相似的黑衣进装,就说他俊俏的五官,顾熙第一眼就认出来熊小宝的身份。 他联盟后退几步,单膝跪离行礼。 顾熙见过小王爷,小王爷吉祥。 你又是顾熙啊? 熊小宝一边问,一边懒懒地往暖榻上坐。 书下正是。 顾熙恭敬道。 哦。 熊小宝拉长了语气,心下琢磨着,这个家伙不正是石良的老乡好吗? 百里小生跟他说过,南兆药毒毒窟里养着一个毒尸,叫做石良,是顾熙喜欢的人。 怎么,你见过? 子晴问道,听出熊小宝的古怪语气。 没,就是听爹爹说过几回,说他可有本事了。 熊小宝说着,小小的手指轻轻敲扣着信函,听着妈咪和顾熙交谈,也不插话。 末了,才悠悠地道。 妈咪,书生书叔说给百里小生送个信,报平安,要不就让顾熙去送吧,我看他也靠得住。 顾熙眼底闪过一抹复杂,没有说话,等子晴开口。 谁知,紫晴却直接说,柴影未送去便可,顾熙好不容易回来,我想留他在你身边,当你贴身示威。 熊小宝立马嗅到了阴谋的味道,立马抗议。 妈咪,我又是大毒兽,还怕别人欺负了。 这里是帝都,不必别处,不能容你胡来。 紫晴认真说,熊小宝还没有抗议呢。 他便又道,我和你爹商量好了,明日开始送你到太傅那里去。 你也快七岁了,该叔叔玩心了。 在古代,尤其是帝王家的孩子能够无所顾忌玩到七岁,根本不可能,因为他们将来要面对的太多太多了。 紫晴心疼熊宝,却也不得不面对现实。 熊小宝聪明是聪明,却从未经历过官场的勾心斗角、权谋斗争。 对于朝中、宫中那些老狐狸来说,熊小宝还嫩着呢。 甚至,他如今都极有可能斗不过宫里一个老太监。 他是君北岳唯一的儿子,也是大洲帝都未来的继承人。 他和君北岳护得了他一时,护不了他一世啊。 所谓皇储、储君,必是自小栽培,随时能够担任天下重任之人。 他的身份注定他的荣耀,他的荣耀注定了他肩上的责任。 再宠爱下去,只会害了这个孩子,也是时候把他推出去了。 但是幸好,即便把他推出去,他和君北岳也会陪着他长大。 子晴的话让熊小宝瞬间搭了下脑袋,他一声不吭,都不知道到底听进去了没有。 子晴推了推他,不高兴了呀。 熊小宝还是没有说话,低着头似乎在想事情。 这个时候,君北岳从门外进来,一眼看出熊小宝的不对劲。 他狐疑地看着子晴,子晴耸耸耸肩,表示无奈。 君北岳像对待哥们儿一样,大手揽住熊小宝的肩膀,笑着说。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,说出来让爹爹开心开心。 熊小宝这才抬起头来,皮笑肉不笑。 没有。 那跟我进宫去玩玩。 君北岳又问,子晴休息这几日,他当然是进宫去了,宫中一大堆事物,要他处理。 软禁了天徽帝,送走了八贤王,攻下东秦西楚匈奴,这天下有多少事? 他自然是要进宫的。 谁知,熊小宝却突然认真起来。 爹爹,都传说你要登基称帝,是不是真的? 紫晴和君北岳向来不是喜欢开玩笑的人,却总是和熊小宝嬉戏笑笑的。 面对儿子突然的认真,夫妻两人面面相去,都有些诧异。 不是。 君北岳也不开玩笑,认真回答。 所以,你想把我推上那个位置啊? 熊小宝又问。 对。 君北岳如实回答,谁知,这话一出,熊小宝却陡然怒声。 那你问过我愿意没有? 君北岳微惊,没有想到儿子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 他看了紫晴一眼,缓缓拢起眉头,并没有马上回答。 君北岳和紫晴其实本就打算好了,让熊小宝登基,君北岳以摄政王的名义辅佐。 一来,对熊小宝来说是一个锻炼机会,二来,君北岳摄政王的身份办起事来就方便多了。 他们这一家子,饺子龙渊天下格局大变,总不能丢下这摊子不管吧。 说他们是为熊小宝将来也好,说他们是不得已的自私也罢,他们确实是准备这么做的。 看着儿子愤怒而冷峻的表情,紫晴第一次感觉到儿子原来已经不小了。 他笑了笑,儿子,这不是正在问你吗? 如果我说我不愿意呢? 熊小宝立马反问。 自情为证,却还是耐着性子。 儿子,你知道帝都的百姓都称你爹爹什么吗? 战神! 熊小宝没好气地说。 不,都称你爹爹大洲守护神呢。 你爹爹不仅是妈咪的丈夫,不仅仅是你爹爹,还是大洲百姓的王。 君北岳说着。 这是爹爹的事情。 熊小宝淡淡说。 儿子,倘若有朝一日,我和你爹爹离开了呢,大洲该怎么办? 子晴又问。 明君谋的是当下,圣君谋的却是长久。 圣世之志,非一代君臣可谋,必当经过几代积累沉淀,立处乃国家大事。 不立处,国兴不归一时,无以长久。